大家好,歡迎收看這集的《馬聯新聞》一分鐘 這集會講幾單轉會的消息 坦白說,大家都經歷了一段時間追求新組的轉會 好像V6STIPA問,究竟有沒有其他轉會? 全民一直都有,但實際上當然要問問活目仔的團隊才知道 首先講補充的新組的轉會 原來Daily Star說曼聯真的有找到中介 大家有時看廣告,千斬耀華是否付錢中介 我曾經在上季左右做過一支節目 其實轉會市場是非常複雜的 大家不要以為轉會市場是三個派對談 例如我們現在新組的這件事就是 多蒙特、曼聯和新組的團隊三個談 事實上並不是的,事實上中間有很多很多的中介 很多很多的所謂的consultant是參與其中的 例如布朗菲蘭迪斯那單轉會 其實文迪斯也有份參與 但其實文迪斯不是任何一方面的代表 所以有很多中介人士在這裏 我記得上一季說了一件最有趣的事件 就是無端端不知道巴塞有一單轉會完成後 有一個consultant跑出來給巴塞收錢 巴塞說我都沒有找過你 他又不知誰誰找過我 那次就證明了是博大帽 所以告訴大家 其實轉會市場是超級複雜 並不是阿牧仔想得那麼簡單 這次的中介人是誰 就是一個大家都可能以為是誰 但其實又不知是誰 因為他叫李斯蒂娜 他叫Marco李斯蒂娜 他跟前祖雲達斯的球員 Stieven Steiner是兄弟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是踢球的李斯蒂娜 是另一個他的兄弟 原來曼聯據Daystar的報道 就是找了他幫忙去談 跟多蒙特談 因為可能曼聯也知道 多蒙特很麻煩 很廢話直接跟你談 找個中介人 所以今次新組這件事 搞得很混亂 尤其是重中之重 就是究竟新組 即是秘密地 根據多蒙特說 逐約到2023年 這個資訊 究竟曼聯是知不知的呢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中介的責任 所以曼聯就說 對這個中介就不太開心 新組說到這裡 不再說了 我之後不知如何 這節不再說 第二件事想說 就是Golibali 即是Golibali 是Golibali 傳聞說 蘇斯一查 都仍然對他很有興趣 暫時的標價 可能就跌了些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早前說 那波利的高層 就說 1億歐羅 接著不夠兩個星期 9千萬歐羅 都可以想 現在聽聞 萬聯有可能出價 6千多萬的英鎊 即是大約7千萬歐羅 就看看 那波利是否值得 因為Golibali 是一個不錯的中堅 但我在最初的影片 剛剛在歐聯 對著美斯 Golibali 好像完全失準 究竟是一場球的問題 還是他年紀大了 還是有何原因 不知道 但我就說 只看那場球 Golibali的新格 又再跌了 說真的 如果一個全勝時期的Golibali 絕對是幫到我們 肯定 但現在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我想真的要看看 教練團隊 他們找到什麼資訊 究竟Golibali 是否還是那個水平 老實說 我們現在的重心 就是叫做 麥加亞 如果找回來 跟他一起拍球 再年紀大一點 以及我最怕的是什麼 已經在走下球 其實是否這麼理想 這個真是可犬可犬 我真的 自問 很難說 如果真的找Golibali 是否真的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有期 我想這兩年大家都 很嫉妒 自從阿山齊士事件之後 大家都很嫉妒 OK 大家發表意見 最後一單 不是 還有說 新組一完結 暫停了之後 立即說 繼續傳 Colman 以及Giezer 這些代替品 說真的 這些都是傳的 我覺得未必是成數那麼高 最後就說這件事 關於阿忠仔 早前幾天 就說他會去 如無意外會 借雲大不內媒 暫時還未宣布 說真的 我也說過 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也是一件好事 我就贊成做這件事 但原來有趣的地方 就是 原來 宗仔那方面 說 如果他們真的 借到雲大不內媒 他們就很開心 為什麼 原來 蘇西查 之前是答應過的 如果他們有好的外借機會 他就會讓宗仔去 不會強行留下 一隊 但當然是不能出 一隊 所以 這個叫做 Daly Star 引述 宗仔的團隊 他就說 幸好 現在還未成功 如果真的成功 他就很感謝 宗仔那 都順手他的承諾 為什麼呢 大家不記得 宗仔續了約不久 因為之前都說要離開 結果都續了約 但也很大機會 愛借雲大不內媒 對於宗仔的發展 我絕對覺得 一定有幫助 雲大不內媒 也挺看重 這件事 相反 另一件事 就是Angelo Gomez 最有趣的地方 結果他賣走了 但賣走了之後 又再愛借 其實 會不會他覺得 新球隊的外借能力強 比萬聯 這件事 我想我們也要 作為一隊強隊 我們也有很著重 清分 這個外借的能力 或者什麼球隊 可以 給年輕球員 去訓練 去進步 其實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們這幾年 買了這麼多 十六七歲的好的球員 有七歲的球員 回來 其實 說真的 希望十個球員 可以多幾個上一隊 最好當然是 可以發降發糧 但這個外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為很久之前 我想我開箭 很久之前已經說過 大家記得有一個環節 叫上位準備中 我曾經忘記了 我曾經跟Vince 一起談過這件事 因為現在大家想想 U18的水平和U23 即是英超的預備組 以前叫做 現在叫做U18 U23的水平 真的不太高 但問題就是 在U23之後 理論上你就上一隊 如果你夠了的話 不夠了就沒有了 但是那個水平差太遠 現在唯一一個辦法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這個水平 比如你在U23 值得相當好 但你又未上到一隊 類似James Gardner 唯有就是一個外者的方法 因為在英超的體系裡 就沒有一個機會 沒有一個Tournament 給你踢的 所以這也曾經引申過一個討論 究竟 U23之後 是不是可以仿效 這個叫做 西班牙那邊 大家知不知道有隊 巴沙B和皇馬B 他們就踢一些 月祖或者丙祖 不要叫月祖 丙祖現在比較混亂 就是第二組別 或者第三組別 英國來說 可能是踢英冠 或者聶雲 等他們一些 年輕球員 真的有些真正的足球去踢 當然他們不能夠升級 例如我們有隊 假設我們有隊 萬聯B 他最高都是去到英冠 不能夠升級 英超 變成一些U23的球員 可以有實戰的經驗 實戰的機會 和一些叫做 man's football 英國那邊很喜歡說 大人的足球 就不會再踢一些比較小孩的足球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考慮 當然有他的問題 這樣做 變成不用經常找球隊外借 當然如果我們自己 外借的能力是強的 我當然不介意 儘管看看如何 希望有大家討論的空間 這個題目我近期很少和大家聊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有你的意見 請你隨便發表留言 拜拜 有eli 最聰明